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这次五班1650的赛事 就选择了这只噴火龙来做蛋 看回去上次的放行星是怎样的 好 看到一档出集 紫色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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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色衣服那只就是噴火龙了 其实噴火龙今季季初 第一次都是苏绍辉奇 都是有位置 但后来的演出很一般 换回放行星好点 10号白色那只就是银两威龙白色衣服 马都开始变白了 然后4号那只就是扎星光辉 留意12号那只捷布 都会跟噴火龙在这场同场演出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跑法 现在一路放头4号那只就是扎星光辉 然后10号就是银两威龙 3号 皇帝色衣服就是创建群鹰 好 跟大家介绍的这只噴火龙 5号这只紫色衣服 有没有拿到条篮 一直都是守着第五位 这场其实三火红星 各个发飞都不错的 一直都是用自己的披性 去主宰这场比赛 亦都不会受到马突然之间有人走上来 或者是骚扰 都是自己守着条篮就慢慢登机会 好了 现在就换了位 12号的捷布就先踩上来 这段其实我们也不要常常骂 死火龙 他是醒目的 知道这只马友就已经 开始先走掉了 进来直路的时候 这只捷布已经是非常出色的 已经在前面放了两三个马位 接着后面追上来 看到跟大家介绍的贫火龙 这下走上来都真是鱼狼似虎 虽然就追不到前面那只捷布 但是都可以降下帝豪大师 就能够取得个皮士 所以这一场马上 相对其他对手的表现 我觉得喷火龙做胆是没问题的 好 这次第一场 脚步方面第一只 就是介绍东风1号给大家 今季其实他都在这个路程中赢过 这次下来五班 梁家俊奇有个六档 都可以考虑拖他做脚 因为始终他这个路程已经出尽了 第二只介绍给大家 就是这只无敌精英 今季其实他也有个表现都赢过 今次中逆离奇有10磅减 虽然档就差点 但是始终有10磅减 都算是会赢 都是选择之一 最后一只去推介给大家 就是这只猎狐者威 因为其实他最近的表现都好 还有放头走 有个一档159磅 何宅要骑 都是个范围选择 所以这场就会用 喷火龙做胆拖 1号的东风1号 还有7号的无敌精英 还有12号的猎狐者威 希望这次可以帮大家 继续赢下去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这次刨冷精选了4800的赛事比达 跟大家选择的冷胆 就是这只转神福星 刚刚这次的刨冷心水 都可以 中了一条 百倍的二重彩 如果大家有跟 的话 都会赢到多少 或者你用真感做胆 你尚得过的 都有十多倍 希望这次转神福星 都帮到大家 看回贵初 加里奇也会赢 先看看跑法 出集的时候 看到10档 那只转神福星2号 那只转神福星 一直停留下来的那只 看到 蓝色衣服 就是黄色袖 蓝色透罩的那只 在外叠 一直停留下来的那只 就是转神福星 现在最终让他放到头 放到头就真是 没得顶 因为 其实转神福星 说他对着 今次这一堆对手 我觉得 他真的有些班 你不要说 说什么 之前他一直都是在三班跑 就真的好像一般般的 但下四班 就一定是 可以跟大家说 这只都是恶马 看到他现在放头 也放得轻松松 邓智峰 7号那只就是 截多福 1号那只就是 超脆 接着还有8号 黑色衣服 已经在第五位那只 就是 这只 特新订造 还有 大家可以留意 4号的九龙神区 一路 转神福星 都是自己跑自己 加里也是自己做的捕捉 其实就 有时候都不明白 为什么加里 真的 可以 金贵的成绩 就不是太理想 他又不是说 不会骑马的 就是他 这次发挥 转神福星 你不要管他 真的发挥得很好 你估计 那只马有 怎样都好 那一路其实 他的步速 都是自己 去控制 他的步速 段段都是他去 主宰 入到直路的时候 打两边的马 其实都是 那只马 苦苦生威 一路都可以 去到保持自己的速度 最后这一百几十的时候 虽然由头放到尾 到尾 到尾 就会挑战你 但是打多两步 都还有之下 顶到尾 没问题 所以 大家看到 千八这只马的能力 绝对是有 刚刚落到来 落斑的话 真的要留意着 好 今次跑冷上次 虽然就介绍了 加里那只转神福星给大家 其实 还有不同马 大家可以想一下 在这场赛事里面 去看看 那些脚 如何配搭 第一只 介绍给大家 就是三号的 聂颈追飞 这只马 其实 最近的演出非常准 脚一定要拖 十档129磅 布纹 长途真的不太拔 另一只要大家想一想 就是这只 线路青鹰 今季其实 它也赢过 这次用中逆离 有10磅 减 薄它 轻磅 有个好档5档 看看可不可以 帮到它 球冷这些难脚 分钟 一下子就有表现 大家可以考虑 最后一只 推介给大家 就是 98号的二枪勇士 这只马 其实季初都赢过 这次火车 潘骑有两磅减 121磅 11档 看看它的做法 但是始终 这只马 可能神经刀少少 它增情 其实再跑长多少少 都是有你去追 我觉得 都会有机会 重复我 今次的 尹膽推介 就是包装大奖 看看上场一月杯 千八怎么跑 出门七档 就看得到好意认 7号红色帽 就是白横 和蓝色幻甲 这只就是包装大奖 现在暂时跟着第三位 这只马就非常好 这只马 我喜欢选择它的原因 它的跑法 都很激动 又可以 可以 留在中间位置折 又可以 或者好像这一场 跟前些 拉屎又不会断 这些马就证实了 是一只很有斗心的马 和这只马 我喜欢 今次 这一场一月杯 GOOFY的赛事 它买了1,800 1,800 我觉得它 始终是新上市 但是 它一向都跑开 那些1650 試过8次 跑1650 谷重 五个第一 两个第二 一个第七 其实是很准的 这只马 8次里面有5勝 证明这只马 1650谷重 真的非常合趋 今次用回 跑谷重 还有 看回这一月杯 它就用了 毛衔冬 冬冬 始终 骑弓上 今次找了 顿哥 其实是何良 这只马 这只马 都算是阵仓止寶 那 今次找顿哥 一定是想动手 而且这只马 比跑法二 相信是顿哥的姜食 各方面 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了 转弯 全扯出去 前面放头那只 就是发财先锋 那只马 亦是几高 看这组来说 畢竟他也是跑这级制赛 接着 打上来 是唯独他 旁边 还有些同舟共济 审核城 里面 整堆冲上来 结果 第一名 就是发财先锋 第二 就是包装帝掌 第三 就是在里面的同舟共济 第四 整堆冲上来 有露露城 用晚神区 柏林探哥 证明这只马 真是厉害到爆炸 千八都可以到 1650更加不用说 今次找顿哥 这些都是一定的动手 可能热会更热 但我觉得最重要 可以有个胆给大家 用来过关 或者用来拖脚 Q 二重彩 三重彩都任君选择 希望大家继续可以赢多些 继续CLS 我们继续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还有最近张老师都OK 煞得盛气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看完张老师的视频 一起来星期三晚 赢爆马会